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前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竞选集会上宣布 他计划增聘1万名边境巡逻员 并将现有员工的薪资提高10% 他强调移民问题,试图挑战副总统哈里斯 并批评他支持的两党边境法案 尽管民调显示经济问题是选民的主要关切 特朗普依然将边境安全作为竞选的核心议题 接下来,关于哈里斯的选情 最新民调显示他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 甚至出现平局的情况 他在争取关键选民群体的支持上面临挑战 特别是来自西班牙裔和非洲一美国选民的支持不如预期 前总统奥巴马也对黑人男性对哈里斯的热情不足表达了不满 双方候选人都在关键州进行激烈的选战 最后,哈里斯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集会上 对特朗普的健康记录提出质疑 认为他缺乏对选民的透明度 他强调自己健康状况良好 并呼吁特朗普公开他的健康报告 哈里斯的这一举动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显示出他在关键州的选民中仍然拥有一定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竞选集会上 宣布了一项新计划 计划在美国边境增加1万名边境巡逻人员 并提高现有人员的薪资 他承诺为所有边境巡逻人员 提供10%的加薪和1万美元的留任奖金 旨在吸引和留住优秀的边境巡逻人员 特朗普的言论中充满了对非法移民的恐惧煽动 甚至将边境巡逻人员的良好基因 与那些犯罪的移民进行对比 尽管特朗普曾否决了一项两党支持的边境安全法案 但他依然获得了边境巡逻人员工会的支持 与此同时 哈里斯竞选团队对特朗普的领导能力 和未兑现的承诺进行了批评 称他只关心在问题上进行政治宣传 而并非真正解决问题 LJZ指出 哈里斯在与特朗普的总统竞选中逐渐失去优势 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的领先地位正在缩小 在NBC新闻的民调中 两位候选人评分秋色 哈里斯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领先5个百分点降至持平 尽管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表现良好 但在非裔和西班牙裔选民中却面临支持下滑的问题 前总统奥巴马也对非裔男性的投票热情表示担忧 认为他们对哈里斯的支持不如他在2008年和2012年竞选时的热烈 哈里斯和特朗普分别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亚利桑那州进行竞选活动 继续在关键摇摆州争取选民支持 JAPAN TIMES报道 副总统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活动中对特朗普的健康记录进行了抨击 质疑他为何不公开自己的医疗记录 哈里斯在发布了自己医生的健康报告后 表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 并暗示特朗普可能隐瞒了健康问题 他提到特朗普拒绝接受CBS采访和与他进行第二场总统辩论 质疑他的透明度 并引发观众对特朗普是否太虚弱和不稳定以领导美国的思考 哈里斯的发言引起了现场7000名观众的热烈回应 显示出他在争取选民支持方面的积极态度 悉尼晨报报道 距离美国选举还有三周 关键摇摆州的民调结果停滞不前 特朗普的支持率似乎在稳步上升 给人以他正在赢得选举的印象 尽管哈里斯的支持率没有明显下降 但他也未能开创出一个清晰而有力的领先优势 尤其是在与拜登的比较中稍显逊色 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得更加极端和专制 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 他以激烈的言辞吸引支持者 甚至用激一词来形容美国境内的坏基因 尽管哈里斯在筹款方面表现出色 筹集了创纪录的10亿美元 但他在某些选民群体中的支持力度仍然不足 尤其是在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中 NBC新闻报道 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表示 如果他当选 将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增加边境巡逻人员 尽管他之前曾阻挠一项包含人员增加的两党法案 特朗普的提案包括雇佣1万名新代理人 并为现有代理人提供10%的加薪和奖金 他强调美国边境安全的紧迫性 但哈里斯的竞选发言人 则指责特朗普只是在制造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哈里斯则试图通过强调自己对移民的严格立场 来反击特朗普 表明如果他成为总统 将会支持两党的边境安全法案 NBC新闻还指出 哈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上 质疑特朗普的透明度 认为他在健康和政策计划上 未能向选民提供必要的信息 哈里斯强调自己已经公开了健康报告 而特朗普则未能做到这一点 他在演讲中呼吁选民关注特朗普的健康状况 并承诺如果当选将推动保护堕胎权和宪法自由 尽管北卡罗来纳州是个竞争激烈的州 但哈里斯的支持者们在集会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显示出他在争取该州选票上的潜力 美联社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的集会上 提出增聘1万名边境巡逻员 并为他们提供1万美元的签约和留任奖金 这一提议是在他之前阻止了一项两党边境法案后提出的 该法案原本包括对更多边境人员的资金支持 特朗普将非法移民作为其竞选的重点 指责副总统哈里斯导致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创下新高 他承诺如果再次当选总统 将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尽管他曾否决了包含额外边境资源的法案 特朗普在集会上仍然对边境巡逻人员表示支持 称他们应当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奖金 福克斯新闻报道 特朗普在同一场集会上 获得了美国边境巡逻工会的权力支持 工会主席保罗·佩雷斯在台上表示 如果哈里斯赢得选举 国家将陷入混乱 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加 他强调 特朗普是唯一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佩雷斯的发言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他指出 边境的混乱和毒品问题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特朗普在集会上还对哈里斯进行了多次攻击 并表示他的政府将支持警察 打击暴力犯罪 在体育方面 美联社报道 匹兹堡纲人队的那集哈里斯 在对阵拉斯维加斯突袭者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首次突破100码 助力球队以32比13获胜 哈里斯在赛季初表现不佳 但在这场比赛中冲出了106码并达阵 帮助纲人队结束了两连败 纲人队的防守回归强势 限制突袭者队的进攻 四次全能球员T.J.瓦特表现突出 迫使对方两次失误 尽管突袭者队缺少了两名主力接球手 纲人队仍然凭借对手的失误 和自身的出色表现取得了胜利 L.J.ZERO报道 美国的一名警长表示 执法人员可能阻止了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三次刺杀企图 周末 在加利福尼亚州科切拉的特朗普竞选集会上 一名男子因携带为注册的枪支被逮捕 河滨县警长查德·比安科在记者会上透露 嫌疑人在集会的安全perimeter被拦下 身上带有多个不同名字的护照 为注册的车辆和装有子弹的枪支 嫌疑人名为49岁的内华达州居民维姆米勒 他声称自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并否认有意伤害前总统 尽管米勒声称自己是艺术家 并不会造成任何暴力 但他仍面临枪支相关指控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对此事件未做出立即回应 而美国特勤局则表示 此次事件未影响保护行动 特朗普本人没有处于危险之中 此次逮捕发生在几周前 另一名男子因试图在佛罗里达州的 特朗普高尔夫球场刺杀他而被控 过去几个月 特朗普遭遇了几次刺杀企图 其中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 集会上被枪手开枪射击 美国特勤局承认在那次事件中的一系列事物 引发了对安全协议的强烈批评和质疑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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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